你们信仰佛教 学习了佛法以后呢 一定会是明白 人生是不是 就像《冷言经》当中讲 人生不是从无缘无故当中 天上降下来的 也不是无缘无故当中 从地上长出来的 而是依靠业的前影 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此从佛教教义来 介绍的时候 我们人生的来源 就是依靠我者 业 烦恼而来到这个世界 而最后去往的时候 也是依靠业力 如果行持的善法 让你获得快乐 如果你行持的恶法呢 让你将来获得痛苦 若知前世也 今生 什么书则是 若知后世过 今生作则是 就是 佛经当中有这么一句 所以你要想知道 这个人生的前影后果的话呢 要懂到 就是佛教当中的 其中的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